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拥有百年历史的玫瑰花车游行 在美国洛杉矶热闹登场 聚集数万人前来观赏 街边人行道上 还有民众是从花年夜就来卡位 虽然清晨气温低于摄氏十度 民众热情不减 我们忘了火烫地冷 所以我们再次来 美国新年传统拥有133年历史的 玫瑰花车游行 经过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之后 今年恢复举行 华安花车以自行车由台湾为主题 搭配珍珠奶茶 卤肉饭等台湾美食吸引目光 参赛多年的中华航空 这次以自行车由台湾为主题 打造两层楼高16公尺长的巨型花车 呈现一家人骑乘单车环岛的缤纷意向 上头还布置多样台湾的美食特产 相当吸睛 也获得大会国际奖 希望让更多民众想到自行车就想到台湾 想到台湾就想到台湾的美食 那因为疫情大家也知道 大家会越来越注重健康 休闲旅游跟家人创造美好的回忆 所以自行车其实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透过花车宣传强调台湾是最好的自行车旅游目的地 邀请世界旅客在疫情后来台旅游 不过近来便预祝Omicron来势松松 染疫人数飙升 全美各地也不敢大意 活动现场也设置告示 提醒观众 携带疫苗施打证明 并全程佩戴口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